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麻烦袁医生帮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 有关糖尿病的糖尿疗剂 顾名思义糖尿病一定是和避疗系统出现的问题 很多时候因为一般病人 可能一念到指数是有糖尿病时 可能在西医上用药和异岛素都按住 未必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但如果真的出现了糖尿病时 其实可以用糖尿疗剂去处理 不一定要用到异岛素的问题 对吗 袁医生 其实糖尿病是很多人有的 现在基本上 文明地方的人大概10个有一个 而且是越来越多的 糖尿病我们属于一种新疹代者的问题 身体里面的糖尿病是高的 高到最后我们进入了肾和尿 很多时候我验尿病就最容易看到 糖尿病是高的 或者在柯尿病之前看到有些蚂蚁去生气 现在有些糖尿病出现了 所以这是一种新疹代者的内部问题 糖尿病其实是有一两大类 一种我们叫做一型的糖尿 一型糖尿通常是我们身体的胰岛素生产不足 不够用 胰岛素其实是将我们血脊的糖分 转进我们身体细胞 给我们身体多种燃料应用 但当你胰岛素不足的时候 这种做法就是做不到 糖尿病在我们血脊内 就未能给我们身体细胞吸收去应用 这就是一型的糖尿病 通常是年纪小的会出现多些 大部分人的胰岛素是二型的糖尿病 通常是我们身体不是胰岛素不足 只不过我们身体的细胞是抗拒胰岛素 变成有胰岛素也不能将我们血内的糖分 变成成细胞应用的糖分 我们叫做insulin resistance 抵抗胰岛素的糖尿病 比较多很多 在我们的临床方面 我们也会遇到很多 因为我曾经说10个有1个 通常在一般西医用的方法下 其实糖尿病的药 也不是处理背后的根症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人们就开始加胰岛素 但我刚才跟大家分析 其实二型的糖尿病不是胰岛素不足 很多时候我们出现的后遗症 是因为胰岛素太高 我们叫做hyperinsulinism 其实是胰岛素过高 而导致很多后遗症 包括视力的问题 会跟着微笑的血液循环 所以有些人要切脂 或者伤口是不好的 所以变成了肾衰竭 其实很多人在接受现代药物治疗 都是慢慢又要去洗臣 又要注射 所以也不是一个理想 当然最好是能够好好控制它 我们的经验 其实食物方面控制是很好的 尽管你肯在那方面放一些功夫 你慢慢找到一些食调的方法 可以控制到 其中我们都经常叫人用多一些苦瓜 苦瓜汁、苦瓜叶、葱茶等 全部有效 在同类疗法 过去二百多十年来的历史里 有很多临床经验 在这个症状有不同的疗剂 可以处理不同程度 或者不同阵型的糖尿病 第一个疗剂是Acetic acid 通常这个症状是适合一些糖尿病的人 是肢肌的人很虚弱 很轻轻 口渴到很激烈的灼烈口渴 皮肤又干又烈 当然肢肌的人很累 尿量很大 很青青的 这个就是酵酸 Acetic acid 另外一种是Argentum metallica 是银汁银根素 通常我们看到尿的症状是 尿比较绿 和有点甜的气味 尿多 通常在一型糖尿都可以用得到 记住一型糖尿是不能够做的 所以是一只胰岛素 当然如果你能够用到尿剂 某程度上 是减低胰岛素的依赖 因为我曾经提及 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 都是胰岛素的导致副作用 所以能够减低也是好的 另外一种是Argentum nitricum 是烧酸银 通常的糖尿都是伴有腸胃症状 会觉得呕吐、作悶 当然很喜欢吃甜的东西 有时候病人也有精神上的症状 可能是精神情绪低落 或者是紧张 这种疗剂非常好用 就算一形二形都可以用得到 另外一种是Uranium nitricum 是烧酸油 Uranium是一种放射性的金属 这是烧酸油 通常是用在糖尿病的病人 是非常消瘦 有时候糖尿病是很瘦的 很软弱的 而且是整体性的水种 所以也会有出现 当然消瘦的消化有问题 没有力量 尿到很大的糖分 还有他们可能胃口很好 但是病人继续消瘦 所以看到病人消瘦也很厉害 可以想一下Uranium nitricum 这个疗剂 另外一个疗剂是phosphoricum accident 是什么呢? 是磷酸 磷酸的糖尿 通常跟神经系统有些关系 通常的疗剂是牛奶式的疗剂 很多时候背后病人 可能都经历过情绪方面的波折 情绪的忧屈、焦虑和担忧 导致病人出现糖尿这种情况 可能是失戀或者打击 通常病人的疗剂都是量大 有没有模式的、很浅色的 但也有时候会验到一些磷質、沉淀物 这也可以帮助用一些一型糖尿 因为糖尿比较严重 另外一种是轮 一般的轮 通常对一些人高高瘦瘦 可能曾经家族上有飞机合 这种背景 通常是常用度和痛风的关联 这种类型的类型 接着是瘤酸 通常都是胃肝的类型 可能会有雷风湿的关节症状 当然基本上有尿多、尿痕 尿比较淺色、淺黄色、口壳 导致人疲累和胃口增加 这也会有的 记住,Lactic Acidum 可能有风湿的症状 接着是Nitric Sulphuricum 流化蓝 Nitric Sulphuricum Nitric Sulphuricum 通常人们很怕潮湿 人们是很不受得湿的环境 通常都是尿多 有尿加上很多胆汁 还有砖粉的沉淀物 砖头的粉 Nitric Sulphuricum 另外一种Sincangia Jablantan 这个叫海南葡萄 海南葡萄 这个可以这么说 在同样的疗法里面是最常用的 因为它普遍的症状都符合了 所以我们遇到病人 如果拿不到其他正型的疗剂 我们都会用这种特殊 这个Sincangia Jablantan 海南葡萄 一般的症状都是大量的尿 而且尿的浓度是高的 很厚渴 软弱消瘦 上身有时是比较轻烈的感觉 有时有些皮肤痕痕 可能有些暗瘡出现 但这个是最常用的 如果我们没有特别的症状 我首先尝试用这些疗剂 另外一种是Codenum 即可代因 Codein 这个症状都是糖分刀 但还有一个症状 就是一个人比较麻痹 和刺的感觉 通常我们觉得糖尿到最后 会影响神经系统 会痛得很厉害 有些病人最后厌重的症状 神经痛得麻痹、刺、呱呱叫 这是Codenum 今次有和他介绍 Rus aromaticum 叫做香角藤 Rus aromaticum 这个也是用在这方面的糖尿 尿量大、尿稀色 和浓度低 通常这也是用得着的糖尿 还有一个症状 就是在尿开始厄之前很痛 这个就是Rus aromaticum 跟大家介绍了这几个尿剂 糖尿皮有很多人有 希望能够用痛的尿法 可以令大家把糖尿全部控制 或者减低我们对药物的依赖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介绍 正如刚才说过 希望大家已经保持到健康 但一旦家人或是自己 真的感染了糖尿病 也可以首选用一些尿剂 不用一定用传统方法 有很多后遗症 或者令到其他问题出现 所以希望大家听完节目之后 也将一些疗剂 处备在家里 可以达到有鼻无患的情况 如果真的遇上健康上的问题 也可以达到及早医治的功效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海外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a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查询刚才的疗剂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 2882-4848 想重讯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发愈利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祝大家收听 拜拜